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西班牙的刘莉莉同修与我们分享 先生沉迷赌博,他一度痛不欲生 是心灵法门使他绝处逢生 救度全家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心菩萨摩赫上 感恩南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罗军宏台长 感恩十方三师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赋法金刚菩萨 我从2008年来到西班牙没过多久 厄运就开始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先生就迷上了赌博 当时我们共同经营一家糖果店 由于他迷恋赌博 无心经营 家子我刚来西班牙语言又不懂 生意美观欲下 来袭六个月之后 我们全家更换居留室 全部被拒绝 突然而来的厄运 让我伤心欲绝 没有身份的全家 只能在西班牙杂根啊 一家四口成了黑乎 真是雪上加酸啊 埋怨之声在家中悄然点起了 我每天责怪先生赌博 不管我们年萨 我曾经求过他 不要出去赌 他就不声不响 哄他死 他就说我知道了 跟他找 他转身就出去了 照言每天早出晚归 我行我恕 但就是没办法改变 我们家中的状况 反而越来越不顺 越来越糟糕 到了2010年 家里的生活已经很解决 先生出去打工 两个月后的一天 手被伸见机压断了三根骨头 在休养期间 重新走上了赌博之路 当时的我真的是三心欲举 不知如何面对这个困境 也无法接受这个痛苦不堪的状况 不知道想了多少次 要终极自己的生命 一死百了 可怜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真的离开了 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啊 一直熬到了2012年的10月 我终身难忘的机会来了 监师兄给了我一本图腾事件 我看了时候震撼无比 立即上网查找 看到恩师的法会视频 刹那间让我泪流不止 显到自身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流产了这么多的小孩 怎么不会有报应呢 怎么会让我家的日子好过呢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弟子深深感到自己的业障深重 无比虔诚地向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忏悔 向慈悲的恩师忏悔 因为那时候西班牙还没有经书 于是我马上决定要抄袭经文 练经做功课 还没等我抄好 监师兄给我送来了一本经书复印本 让我不用抄袭 一星期后就许 许愿练小房子 当时不懂 急于练经缓债 没仔细看博客 直接给堕胎的小孩超度 之后不是敢接踵而来 由于没给自己的要经者超度 连续四天 梦见被人追杀 恐怖自己 犹如如日 第五天 在一个抠扣群里 看到类似的梦境 初学者同时也要念小房子 给自己的要经者 初学的师兄们 一定要仔细看博客 听录音 以我为鉴 2013年经过不断念经 许愿放生 全家三年没有的居留 竟然一个一个的批下来了 只有小儿子的居留 一直没有信息 曾经送过三次申请居留 都被拒绝 在九月份去德国和法国 参加法会的当天 家人求邮电局里 拿回一封信 居然是我家小儿子的居留批准信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是多么的慈悲 给我这么好的惊喜 在参加德国 法国的法会 回来的两个星期后 突然我的血压高得可怕 有一天高血压打到200左右 高压打到200左右 低压也有160 一直在吃医生开的剑鸭片 怎么还会有这么高呢 心中无比焦虑 当晚恩师像老中医样子出现在我的梦中 帮我医治 真的非常感动 感恩 由于我的无名 与之造了这么多的业障 当即发愿吃素 三个月后的每天 总感觉上嘴唇好像被小鸟在做 心里想 应该不要吃剑鸭片了吧 我就停止了 我就停止了 剑鸭片 太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伟大的慈父 卢君宏恩师 奇迹发生了 现在已经两年多没吃药 高血压消失 一切正常 2014年 我家先生更加离谱 玩起了撞棚 这个读法 一夜之间就会春家荡城 我忍住不跟他吵 每天跟他念心经 向菩萨忏悔 再给他念小房子 因菩萨的慈悲保佑 最后我的先生与合伙人 不和告彼那撞棚 可是还是离不开老骨鸡 我梦见他身上的灵性跟我说 如果不让他去赌 他就杀了我 惊醒后想想真的恐怕 第二天马上又许了一波 二十一张小房子 在我不断的念诵小房子后 加上每天二十一遍心经 四十九遍准体审奏 每天向观星菩萨妈妈 潜尘祈求保佑 我家先生教建筑 并找到工作 现在终于盼到了 我先生拿起了经书念经做功课 也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师兄们 佛友们 漫长的七娘 如果没有关心菩萨妈妈的慈悲加持 我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我家的先生才会回头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领念神奇 只要大家按这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 放生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无比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敬爱的师父 卢君宏恩师 我的分享完毕 恳请在座的各位 赶紧学佛念经 不要错过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私 万我慈悲的恩师 感恩在座的各位 佛友们 亲人们 朋友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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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